刚才突然那个右脚踝关节那边卡住了 这个时候我看到穿不动是吧 那个脸色很凝重 脸色很凝重 现在就遇到小人了 遇到小人了 遇到了一些恶狗在咬他的脚 遇到了一些恶狗在撕咬他的脚 撕咬他的脚 一个很有风度的人 如果遇到风狗咬的时候 很多人不来咬的时候 他也变得不斯文了 要从风狗抗争的时候也不斯文了 他们现在看到川普 现在一直生上去一直生上去 一直生上去的时候 他们已经成了热锅山的蚂蚁了 成了热锅山的蚂蚁了 他们就要用风狗来咬四万人 用这个策略 用风狗咬四万人 让他咬的时刻 让他变得不斯文 哪知道 川普中还是很斯文的 在那边说 因为你们算看过来 美国总统又不是 当过美国总统又不是我一个 可以互相对立 这一搞以后 那些风格 震住了 对啊 那狗咬人的时候 狗咬人也有咬法 狗咬人也有咬法 你咬的时候也不能太离谱 现在这些风格已经太离谱了 引起了 美国民众的功分了 很快就成为三家全了 三家全了 被人家抛弃的时候 就扫地出门 当流浪狗去了 现在这几个狗 基本上差不多成了流浪狗了 我们不多说了 现在只是告诉你们 这几个狗 包括狗的主人 都要被扫地出门了 都要被扫地出门了 狗的主人 都要被扫地出门了 我们真正的主人是什么 美国老百姓 美国老百姓将这帮小人子 小人要扫地出门了 我们就看到这些 好 再见 我说完这个 卡住的脚能走路了 刚才突然不能走路了 好 再见 再见